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这个环境与人的 这一系列的课程 准备进入的是第十讲 大概在前一讲 等于是这几讲 我们会去讲述环境伦理的三个 等于是西方环境伦理的三个部分 一个是人类中心主义 一个是生命中心主义 一个是生态中心主义 那上一讲呢 其实谈到了人类中心主义 那大家还记得上一讲 提到的人类中心主义 里面其实有提到了 我们 其实人类中心主义 是一直以来 在人类的整个历史里面 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思维 也就是说 我们当代呢 我们在这个时代呢 其实也是以人类中心主义 为一个最主要的 我们在思考很多事情的一个主轴跟脉络 只是人类中心主义呢 它开始渐渐的 有在做一点点转化 也就是我们 在整个人类发展的过程里面呢 环境议题的陆续的被关注以来呢 其实人类也开始在思考 人跟环境之间的一种相处的模式 那人类中心主义呢 也从比较 在刚刚中世纪啦 或者是在更早之前 比较刚性的人类中心主义 现在渐渐的转成呢 是比较柔性 或比较弱化的人类中心主义 所以呢 也并不是说 我们上一讲 在谈人类中心主义的时候 也并不是说 人类中心主义它并不重要 或者是说 人类中心主义它 它好像很不好 其实也并不是 其实最主要的是 人类中心主义还是人生而为人 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思考的一个思想 或是一个思考的一种脉络 也不太可能说你是人类 但是我却要你秉除或抛弃人类中心主义 所以呢 这大概是我稍微帮大家回顾一下 人类中心主义这一个部分 那接下来这一讲呢 要谈的是生命中心主义 那我的简报里面呢 有给他下了一个标题 叫做尊重生命的思维 有人提到说 其实有学者提到 我们上一讲提到的是人类中心主义 那这一讲它叫做生命中心主义 也有人把它提成叫做非人类中心主义 那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件事情 非人类是指哪些 大家可以先想一想 非人类我指的是有哪些东西呢 其实非人类这个部分呢 也因为要对比人类中心主义 所以要把人类中心 人类中心主义以外的 这些把它区别出来叫做非人类 所以呢 也是因为人类中心主义 在上一讲里面我们提到了 人类中心主义 它其实是一种比较人丁盛天 或者是以人为一个主宰者的角色在思考 但是刚刚有提到 人类开始在转变它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思维 所以人类中心主义它开始从刚性的人类中心主义 把它慢慢的转化了叫做一种比较弱化或柔性的人类中心主义 所以呢 刚刚讲的比较刚性的人类中心主义 是过度的把人类以外的很多的生物其实是不尊重 所以呢 除了人类中心主义开始渐渐的柔化 或者是比较弱化之后 也提出了另外一个叫做非人类中心主义 它提倡一件事情 关怀 关心不同的生命个体 所以非人类中心主义 或者是刚刚讲的生命中心主义 它开始在谈的是我们去关心人类以外 关怀或关心人类以外的不同的生物个体 所以衍生出了两个很大的学说 一个叫做动物伦理 一个叫做生命中心伦理 那这两个学说呢 其实对我们现在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学说 待会我会再来做一点补充说明 那第一个 我们今天大概会把这两个 动物伦理跟生命中心伦理呢 去做一点说明 也会搭配一些影片呢 来跟大家做一点点说明 第一个我们要谈的是动物伦理 在整个西方呢 它传统的动物伦理的思想呢 它其实我们在谈到人类中心主义的时候 其实有提到 在整个西方传统的动物 对于动物的一种态度呢 比较实的是这样子的一种思想 第一个就是说动物它缺乏道德地位 不值得我们去关怀 那亚里斯多德呢 在动物与奴隶的这个制度 这本书里面呢 它其实提到了简报里面的以下这一段话 它有提到 植物是为动物而活 所有的动物呢 是为人类而活 寻化动物呢 是为了去溢食它们 我们想要去奴役它们 才去寻化这些动物 当然也可以做为我们的食物 野生动物呢 有些可作为食物 那有些可以提供衣着 比如说跟各种交通工具 比如说我们骑的马车啦 或者是有很多不同的 像骆驼啦等等的 动物呢 它其实提供了我们各种的 不同的工具 如果自然界呢 不会虚造万物 我们可以推论 自然它是为人类而生产动物的 其实从这段话里面呢 比如说这段话拿到当代来看的话 大家一定觉得 会觉得有一点点很怪 而且觉得有一点点很不人道 也就是说在以前 雅里斯多德他提到这一个 这本书里面提到这一段话呢 它其实是一种非常传统的 西方的对于动物的一种态度 也是人类中心主义里面呢 最主要的去看待人以外的 这些生物 我们的一个态度跟思维 所以呢 另外阿奎娜其实在 人类中心主义里面其实也有提到 他有提到一件事情 动物它缺乏道德地位 它其实不值得被关怀 而因为人有知识 会思考 会做选择 动物完全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阿奎娜呢 他提到了以下这一点的论述 他有提到呢 我们要批判呢 我们要批判一件事情 认为人杀死野兽的行为是错误的 那他觉得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在以前呢 开始有些人会提出说 我们去杀死野兽这个行为是错误的 那阿奎娜觉得这个观点是非常错误的啊 我们为什么不能去杀野兽呢 从阿里斯多德的那一段话来看 动物啊 植物啊 动物 它其实是为了人类而生活的 我们去寻服 寻化这些动物呢 它其实是为了方便人类去使用啦 提供人类食物啦 工具啊等等 所以阿奎娜他提到了 他批判这些人是一种错误 批判那些人提到的 认为人杀死野兽的行为是错误的 他觉得这种观点呢 其实是非常错误的 那由于呢 动物天生要被人利用 阿奎娜有提到了 动物天生是要被人所利用 这是一种自然的过程 所以呢 人们去使用动物 没有任何的不公平 不论是屠杀他们 或者是用任何的方法去奴役他们 也就是阿奎娜还有提到 我们去使用这些动物呢 没有什么不公平的啊 因为动物他缺乏道德地位不值得关怀 人会思考 有知识 会做选择 动物没有这样子的能力 所以阿奎娜他也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观点 那笛卡尔他认为呢 现实的东西他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心智 心智含着就是说思考 感觉和意识 他其实是判断道德地位的一个基准 另外一个就是物体 物理空间的一切事物 纯机械 无意识 所以从这个推导图里面你可以看得到 动物呢 他无需关怀 是因为他没有意识 他就像机器一样 所以他的福祉呢 不见得需要人类去重视 也就是说 笛卡尔他把心智跟物体 这两件事情把它分开来 他觉得动物呢 他是没有心智的 他只拥有物体 心智才是判断道德地位的一个基准 所以他觉得人呢 其实是有心智的 那动物其实是没有任何心智的 那康德他更提到了这样子的概念 他说仅有理性的生物 具有内在的价值 才可以有道德的关怀 动物没有语言表达的概念 缺乏理性 不值得关怀 所以从笛卡尔跟康德提到的这两个概念呢 其实很明显的 非常非常明显的 可以看得出来 人类在早先 他对于动物其实是非常 等于是把动物呢 视为一个物品的概念 因为他觉得动物呢 没有心智 那没有心智呢 其实就没办法去判断 他到底有没有道德地位的这样子的一个基准 那康德也提到了 动物呢 他没有理性的生物呢 是具有内在的价值 极有理性的生物是具有内在的价值 他觉得动物呢 其实都是没有理性这件事情 动物没有言语表达 缺乏理性 不值得关怀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在过往 对于这些动物的一些想法 其实是非常的 我觉得用现在的角度来看 是非常吊诡的 那所以动物伦理的推动呢 它其实在这一段时间以来 其实产生了很大的功用 很大的成效 也就是说我在好几次讲的 好几次前的那个课程里面 其实有提到 地球它里面其实有动植物 或整个生态系有动植物 那我们就像是地球里面的房客的那种感觉 那动物其实也是地球的另外一种房客 那地球提供了非常多的自然资源给人类跟其他的动物 也就是说人类也是一种动物 假设以更广义的来看 人类也是一种动物 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 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 其实人类的整个思想跟思维 在过程的时候渐渐地把人类带向了 好像我们对于动物是一种 它就是一种物品而已 所以你看动物动物 我们会用一个物来去形容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所提的在自然界里面 跟我们同样去身处在这样子地球上面的这些生态系里面的不同的生物 好 但是呢 动物的解放需要靠人类道德潜能的彻底发挥 也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解放这样子的思维 尤其是像亚里斯多德 蒂卡尔 康德 这些其实都是在哲学界非常具有影响力 或在整个人类的思想上面是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的 那动物的解放必须要靠着是人类道德潜能的彻底发挥 也就是说解放人类的残暴跟不公平的同时 也是解放了动物跟其他生物 所以维护动物权利是为了 第一个 同情公平的对待受虐的动物 然后为受害的动物辩护文明的发展 进步的发展 人性的发展 也就是说在这样子的人类的一个发展里面 人类在进步 进步的同时其实也思考到了 我们对待这些动物 我们是不是要更宽广 以及更开阔的一个思维去看待 所以其实动物伦理这样子的概念一提出来之后 其实对于现在影响最大的就是动物保护法 我们开始为动物保护去立法 这也是在整个人类发展的过程里面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 我们为了动物去立了一个法 然后假设有人虐待动物 或有人有恶意的去淋虐 或者是去对动物产生一些不好的行为的时候 其实动物保护法是具有一些约束力的 所以在整个动物人理学里面有三个 非常重要的 刚刚提到的 动物的解放需要靠人类道德潜能的彻底的发挥 所以我当然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叫做动物解放论 动物解放论有以下的几个不同的论述 第一个 动物解放论其实是辛格 他有动物解放这本书 他有提到 将动物排除在道德考虑之外 忽视动物的道德地位是一种物种主义 所以他开始去批判 我们把动物排除在道德考量之外 然后去忽视动物的道德地位 它是一种非常强的物种主义 所以在整个基本道德的原则里面 任何有资格享有道德地位的生物 都应该以视同仁 也就是说在任何有资格去享有道德地位的生物 我们都要以视同仁 去一视的对待 第二个 动物解放论里面有谈到了Benson Benson他有一个主张 他谈到认为知觉是拥有利益的必要条件 有知觉者及享有道德地位 应该用同样的道德考量去对待 所以更进一步的去思考这件事情的话 应该他更扩大来看 有知觉就是是拥有这个利益的必要条件 有知觉者他就同时享有道德地位 所以Benson他讲得更广义一点 第三个应该说在接下来他谈到了主张 素食主义 平等主义 动物跟人一样 都会看重自己的生命跟知觉 也就是说这是动物解放论里面的 几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